试贯赛在前两天终于落下帷幕 这次比赛可谓是充满了奇迹 比赛中还出现了裸大斧的瑶瑶公主 韩姓这些几乎在比赛场上看不到的英雄 当然还有最亮眼的靖 在最后一场巅峰对决的时候 靖的天秀操作不仅让他从敌方四人中逃生 还配合队友击伤了二人 万花从中过片野不沾身 现场一片沸腾 暖阳也因此拿到了FMVP的称号 而新的FMVP皮肤也确定给到靖 靖这个英雄在巅峰赛里热度一直很高 单率仅次于艾伍朵 可这个英雄操作上下线差距很大 在高手手里就是乱秀 在普通玩家里面就被调侃成刮杀 之前也给他讲过靖的飞雷神如何操作 不过很多先友还是表示眼睛学会了手没学会 那么今天就给他带来一首真剩傻瓜式的飞雷神 不仅丝滑像吃了十香得福 还简单到只用矮一个剑 什么不相信 接下来不要眨眼睛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怎么样 有没有仔细看我的操作线 甚至除了大招什么都没有按 你问我怎么做到的 不要急 慢慢往下看 那靖要想在大招里换位置 就必须对敌人造成伤害 一般也是依靠技能和普通攻击来做到频繁的换位 那由于近的攻速较慢 用普攻也非常卡顿 一点也不顺滑 但是如果将近的攻速堆到89.2%以上 那么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这步操作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叫开启自动普通攻击 那一切准备就去后大招起手 将敌人卡在中间 一技能位移到大招边缘 空A一下立刻按大 之后就不用再动普通攻击键了 那因为开启了自动攻击 只要位移的这条线中间有敌方单位 就可以无限刷新大招 傻瓜是无敌丝滑飞雷神大功告成 怎么样 是不是有手就会了 那这个技巧不仅可以在打人的时候使用 魔塔更是耐皮 在敌人眼皮子底下 无伤魔塔 全程霸体回旋 靠近来还会被打到哪里没有任何办法 那有的先有肯定会输了 这不就是刮痧吗 能有啥伤害啊 不要急 先来看看我的出装和明文 满级六神装为 贪婪之石 攻速鞋 暗影战斧 纯净张虫 宗师之力 还有破军 明文带了石狩猎和两个红月 在出了攻速鞋 暗影战斧和纯净张虫之后啊 12只就可以达到89.2%的攻速 直接起飞 在大后期六神装后 我们一个大招也会打掉木偶 17000点血 打塔的话 更是可以将一个白雪防御塔 直接拔掉 你还说这是刮痧吗 当然 想要玩好劲啊 实惠这一招可不行 还是需要大量的实战练习 和其他的操作技巧 喜欢劲的小伙伴 只要下点功夫去练习啊 也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好了 这就是本期内容了 如果你还想知道哪一些劲的小技巧 可以留言跟我互动 我是张千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